中国女排的14人士锦赛大名单终于出炉了,14名战士将他上征程,披挂上前线,他们将成为中国女排新的英雄。 在入中国女排的史册,他们的故事,在许多年以后,仍然会被人津津乐道,但是,我们不能忘记,由于革命的需要,分工的不同,服从组织安排,暂时锦赛前撤退的其他中国女排队员,他们为中国女排建了自己的全部心,出了自己的所有力,辈分也是英雄。 离世锦赛最近的中国女排战士,有四位,分别是刁林宇、许璐瑶、杨芳旭、高毅。 刁林宇离他的第一次世锦赛之旅,仅仅一丝之隔,他早早的进入了国家队大名单,并参加集训。 后来,由于江苏女排要参加越南邀请赛,没有二传手,又把他从国家队要了回来,并因此错过了前面几战的世界女排联赛。 当刁林宇再次回归国家队时,参加了的却是总教练郎平和主力队员,都没有参加的德国战的比赛。 刁林宇敬艳的表现,像热埋在饭里吃了,没有激起多少连衣。 随后,刁林宇再也没有离开中国女排,他参加了亚军会,坚持到了公布式锦赛大名单的最后一刻。 即使在知道自己无缘是请赛后,刁林宇仍然在国家队站好最后一班岗。 在何影中站得远远的,一如既往的轻轻的笑,24岁的刁林宇,是中国女排主力阵容中。 最年轻的二传手,他有一手二次球和篮网绝技,相信他的国家队未来会更美。 再,国家队倒数第二个离开的,是从来没有在中国女排一队打过比赛的许路遥。 他在北轮最后的集训中离开了,许路遥是位00后。 他能在这么关键的时候,在国家一队集训,几乎坚持到了最后,充分说明已经进入阳瓶的发言。 他的未来的拥有无限可能,在国家队倒数第三个离开的是杨芳旭。 他在亚运会前离开,亚运会之后没有再回到中国女排国家队,杨芳旭的离开有些意外。 他一直在国家队集训,也沉沉参加了世界女排联赛,并在多战作为主力建议上场。 却突然在亚运会前离开后,再也没有回到国家队。 要知道,杨芳旭以往即便因伤不能上场比赛,都是长期在国家队恢复训练的。 杨芳旭已经少运冠军,也还很年轻,只要他的伤能够痊愈,国家队的大门总是对他敞开的。 最先离开,又离世锦赛很近的是高益。 高益是2017年中国女排的最佳新人,重点培养对象,她身体条件很好,只是还没有开窍。 高益随后代表女排二队参加了亚洲杯的比赛,获得了冠军,而且拿到了最佳复工。 高益只有19岁,她还混沌胃胎,处于懵懂。 相信洛雪是警犯能让她幡然醒悟像当年两夜一样,原来大姐姐们是吃饭,睡觉都在想着排球的。 我这样光烈,不用脑子是不行的。 请悟后的高益,将无可阻挡。 落选中国女排,是很正常的一件事。 曾经的中国女排队长贵若琪、曾、春蕾都经历过,只要奋斗了、建立了,就够了。 而且,对于北侧市锦赛被淘汰的这四位队员来说,他们都很年轻,仅仅还没有到他们绽放的季节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